好 這個影片要來講這一個 如何取得這個前端傳來的 這一個上傳資料 如何在Ctrl的這邊來取得 那我們前幾節已經講過 來取得前端傳過來的一些文字的資料 那這一節就要來講說 如果前端傳來的是檔案呢 我們要怎麼去做接收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這一個 Create的這個縫表單裡面 我們再加上一個 上傳檔案的這個input 那我這個input可以上傳多個檔案 那如果你要上傳檔案的話 你必須在縫這邊去做一個編碼的宣告 那這樣子的話 他才可以正常的去編這個上傳的碼 後端才能夠正確的接收到檔案 那所以說我們把這一段宣告加上去之後 我們在Ctrl的這邊 要怎麼樣去取得檔案呢 這邊也是很簡單的 就跟我們取得文字檔是差不多的方式 那只是我們不知道檔案的類別要用什麼 那這邊就很簡單的 你可以用幾個類別來取得這一個檔案 第一個類別如果你這個檔只有一個的話 你可以用這一個類別去取得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們今天就在我們的DTO這邊 我們今天預料到他會傳一個檔案過來 那我這邊就宣告說前面可能會傳一個檔案過來 就這樣宣告 那如果你前面會傳多個檔案的時候 我要怎麼宣告呢 這邊他有好多種用法 那你挑一個你喜歡的用法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範例就是示範說 前面會有很多檔案傳過來 所以我們就用複數檔案的這個類別形態來接收 那這邊的話我就把它改回 好原來的樣子 我們預料前面會有很多檔案傳過來 因為我這邊是宣告可以多個檔案同時上傳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改好了 我們就存檔了 那如果今天這邊你是傳多個檔案 但是如果你這邊宣告的是 我只接受一個檔 基本上程式也不會出錯 反正他就會取得你第一個檔案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這邊 今天這邊兩個都是多數的檔案 那多數的檔案 我這邊宣告多數的檔案 那你只傳一個檔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當然也不會 因為就是list裡面就一筆嘛 就這樣 所以也不會出錯 好那我們接著就要來簡單寫一下 這個上傳檔案的這個程式 我們這樣子才能夠知道 是不是真的取得到了這個檔案 那我們這邊就把上傳檔案的程式 寫在這個新增資料的後面 然後return的前面這邊插入一段程式 那大概來看一下這個程式是什麼 我這邊把這一個取得的檔案 for each 把它一筆一筆的取出來 因為我預料到可能會傳多個檔案嘛 所以我就做一個for each 把檔案一筆一筆取出來 那取出第一筆的時候 我就去把這個檔案傳到這個目錄 那這個目錄在我這裡 我就直接傳到我的跟目錄的一個 upload的這一個資料夾上面 然後檔案名稱就不改 那接著我們就把它存進去 存過去這邊程式碼應該很簡單 就不特別做解釋了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總之就是傳到這個目錄 那可以看一下我這邊打開這個資料夾 裡面是沒有檔案的 那等一下我上傳之後 裡面應該會多出檔案 就代表說這一段是成功的取得檔案並上傳 好我們這邊就存個檔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執行了 好那這邊的話 我是一樣加在這個index news tool的這一個頁面 那這邊我加在create這邊 多出了一個這個上傳檔案的input 那前面的話因為要有直程式才不會出錯 我才能夠走到下面 所以我這邊先隨便填 好那這邊的話 我就來選擇兩個檔案 那這邊就有兩個檔案 那按下create之後 應該就會成功的上傳上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沒有跳出任何錯誤 應該就是成功 有沒有看到 剛剛這邊是空的 那現在就傳上去了 代表說我這一個程式是有正確的 在這邊宣告之後 這邊就有正確的取得到 我剛剛上傳的兩個檔案 那這邊就是把它取出之後 分別的去存到我指定的位置上面 好那這一張其實可以看到 在mvc這邊要取得任何前端的各類的資料 真的很簡單 就直接去在你的DTO裡面宣告 你要取得的資料型態 就可以取到前端傳來對應的資料型態 好那所以說今天這邊就簡單的來教一下 如果對方是傳一個檔案過來 我在control這邊要怎麼樣宣告 才能夠正確的去接收到檔案 就這麼簡單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